一只饥饿的棕熊熟练地来到了一家便利店,趴着门框往店内张望着,在看到老板没什么反应后,熟练地给自己削了毒,随后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拿东西填饱了自己的肚子。 这只棕熊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摇大摆地就进来了呢? 棕熊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高智商动物,能开动大脑捕猎。 正常的棕熊智商相当于人类三岁的孩子,而经过训练的或者和人类长时间接触的棕熊相当于人类小孩六到七岁的智商。 比如,动物园里的棕熊会用嘴巴开门,还会想办法向人类索要食物等,真的是非常聪明可爱了。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林匹克古湖附近的一家711便利店,发生了野生棕熊开门近来的荒唐事件。 一头巨大的棕熊推门闯入,将女店员吓得大叫。 他一直对熊喊着,快出去,快出去,但是他的老板却很淡定。 原来这头大棕熊以前就来过这家店,已经是个老顾客了。 早在之前,这头饥饿的大棕熊第一次光顾这家便利店时,老板也和这个新来的女店员一样很害怕,大叫着驱赶棕熊。 但是棕熊却旁若无人地走进了店里,也没有想要攻击便利店老板的意思,只是拿了一点食物就离开了,老板这才松了口气。 没想到,第二天这头棕熊又来光顾了,进来就直奔放着小饼干和巧克力的货架跑去,完全不顾老板的阻止和叫喊,拿上足够的食物就又跑了。 老板也撵不上大棕熊,当然也不敢撵,毕竟大棕熊的力量可是不容小觑的,要是生气起来,一巴掌就能把人给拍扁了。 老板以为这头棕熊只是太饿了,没办法才来自己的店里打劫,但令他哭笑不得的事情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俗话说得好,是不过三嘛,但没想到这头大棕熊不仅没有打算放过老板的便利店,反而更加变本加厉起来,基本上隔一个星期就要来一次。 老板虽然很生气,但也拿这头棕熊没有办法,最后也就干脆直接放弃挣扎,任由棕熊来光顾自己的店面了。 不过好在棕熊也是个有良心的,他总是选择在深夜,店里没有什么顾客的时候来光顾老板的便利店,并没有影响到便利店的正常营业。 这不,这头大棕熊又像往常一样来到老板的便利店来找自己最喜爱的小饼干和巧克力了。 不巧的是,老板请了一个新的女店员来帮忙,而且很明显,老板忘记和女店员交代自己有个特别的顾客了。 所以视频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女店员的尖叫,他一直对大棕熊喊着快出去,快出去,而大棕熊并没有受女店员惊恐的尖叫声的影响。 只是回过头看了看女店员,好像在说,不要害怕,别赶我走,我只是想来拿点我的小饼干和巧克力而已。 那委屈的小表情真是太可爱了。 随后,大棕熊就用自己有力的胳膊撑着店门不让店门关闭,然后从外面进入到便利店内。 但进入到便利店内的大棕熊并没有着急进去拿自己喜爱的小零食。 而是非常人性化的站在门口的感应室洗手夜前,用鼻子碰了碰机器,带有消毒液流出后,还用自己的大熊掌给自己的全身都削了毒。 实在是太讲究了。 女店员都被眼前棕熊的操作惊讶到了,这头棕熊也太聪明了,还知道遵守现行的防疫规则呢。 最后,大棕熊在女店员震惊的目光下,大摇大摆地拿走了自己心爱的小饼干和巧克力,心安理得地离开了便利店。 其实不止棕熊很聪明,北极熊的智商也很高。 下面这个故事中就有一只饥饿的北极熊,走投无路的它,集中生智找到了人类寻求帮助,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北极熊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之一,由于毛发透明,顾外观上通常为白色,它们体型巨大,且进行凶猛。 由于全球气温的不断升高,北极的浮冰开始融化,北极熊昔日的家园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 在不久的未来,它们很可能因为失去生存环境而灭绝,因此它们非常需要我们人类的保护和帮助。 一天晚上,男人正在家中酣睡,突然一阵敲打窗户的声音惊醒了它。 男人一下子从床上爬了起来,悄悄地来到窗边观察外面的情况,想要一探究竟,看看到底是谁在敲打自家的窗户。 结果眼前的场景却把男人吓了一跳,并不是什么人在敲打窗户,来着竟然是一头大北极熊。 男人虽然害怕,但是却没有将北极熊拒之窗外。 因为他冷静思考了一下,一般北极熊不会轻易来到人类的领地来活动。 这只北极熊会主动来找到人类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才来找人类寻求帮助。 于是赶紧打开了窗户,而北极熊也很着急地就把自己的大脑袋伸了进来,不断地东秀秀西闻闻,还伸出舌头来扎把嘴巴,眼巴巴地盯着男人,一副饿坏了的样子。 男人看到北极熊这番模样,也是明白了北极熊的来意。 看来他真的是饿极了没办法,才来找到自己讨要食物。 男人赶忙到厨房找来了一块晚餐吃剩的三明治,也不害怕北极熊咬到自己,就徒手将三明治喂到了北极熊的嘴里。 北极熊也很知道轻重,小心翼翼地吃掉了男人手上的三明治。 吃完了一小块三明治的北极熊,很显然没有吃饱,依旧眼巴巴地盯着男人,希望能够得到多一点的食物。 男人看到北极熊这样可怜兮兮的模样,赶紧又去找来了一些食物,小心地喂给了北极熊。 北极熊也是大块朵移着好心的男人递过来的食物。 终于北极熊吃饱喝足了,他乖巧地舔了舔男人的手,算作是道别和感谢。 随后就乖乖从窗户上退了下去,安静地离开了男人的窗台,消失在远处的雪地中去了。 不得不说,这个北极熊实在是太聪明了,知道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找到人类讨要食物。 他也很幸运,遇到的是这样善良的男人,而不是可恶的盗猎者们。 这只北极熊的命运可就难说了。 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不少动物的生存环境却越来越恶劣。 它们不仅要接受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还要面临生活空间的缩小。 有时不得不冒险来到人类活动的领地。 如果要是再碰到人类的捕杀,它们就更难生存下去了。 动物的生命也是值得敬畏的。 它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生灵。 我们应该从自身做起保护周遭的生态环境,从而也能保护那些野生动物们。 保护动物其实变相的也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